你好,欢迎来到西方史纲五十讲 斯巴达克斯决斗之王 罗马共和国遇到最直接的成长的烦恼 就是斯巴达克斯率领的奴隶大起义 虽然大起义最后被镇压了 但是奴隶制带给罗马的利弊 并没有自动终止 奴隶制成就了罗马 也毁了罗马 不过说到大起义 你要是只是想成奴隶主阶级 押迫奴隶阶级 国家最终被奴隶阶级推翻 那就大错特错了 罗马是整个人类文明史上 最发达的奴隶制国家 说起罗马 你直接就会想起大竞技场 万神庙这些庞大的建筑 不错 他们是奴隶建造的 罗马文明啊 就是直接建立在奴隶的血汗之上 有一句罗马谚语说 凡有事皆可让奴隶去做 罗马奴隶的分工之细密啊 远远超乎我们的想象 在一个大奴隶主家里啊 负责开门的 和负责帮主人换鞋的奴隶 都要各司其职 绝不插手对方的职责 那我们就得问一句啊 奴隶都是怎么来的 沿着上一讲的逻辑 你很容易就猜到战俘 罗马战无不胜 就意味着源源不断的奴隶 作为廉价劳动力资源 不断的汇入罗马 斯巴达克斯就是战俘 这里先插一句希腊 我们再聊斯巴达克斯 希腊当然使用奴隶 但是希腊的成长 不是靠路径开疆拓土 而是地中海贸易 所以啊 希腊使用奴隶的深度和广度 都源源不及罗马 因为成长路径啊 不会带给他源源不绝的奴隶 客观上供应不足 罗马可不一样 几乎每仗必胜 奴隶啊 永远用不完 斯巴达克斯的老家在瑟雷斯 罗马席卷整个希腊世界的时候 他的祖国战败 他被卖为奴 进了决斗士学校 后来成为决斗士之王 斯巴达克斯这部美剧啊 拍了三剧 加上外传 差不多有四十剧 场面非常精彩 情节张弛有度 不过呢 虚构成分太多 约维罗马史本身啊 对斯巴达克斯大起义记载不多 而且啊 都是站在罗马官方的立场 后来人呢 又添油加醋 斯巴达克斯啊 就变成了传说中 英明神武 反恨暴政的神 你到底喜不喜欢 相不相信斯巴达克斯的传说啊 是一回事 但是他透露出来的 罗马文明的特性啊 却值得我们深究 一方面 罗马人使用奴隶的残酷程度啊 确实令人发指 决斗士就是最好的证据 罗马人啊 天性喜欢残酷 见到流血啊 就会兴奋 会激动 会有快感 在古代文明里边 其实这并不罕见 比如说 他们之后的日耳曼人 也是一样 但是呢 把厮杀变成娱乐 尤其变成公共娱乐 罗马确实是跟风造极 作为罗马文明的大竞技场 下面埋着无数的决斗士的事 罗马阵阳们 把决斗竞技发展成了一种政治工具 人民喜欢这种娱乐 他们就提供这种娱乐 与民同乐 提升威望 大竞技场呢 这种公共设施啊 就是为了这种政治需要 才建立起来的 另一方面 罗马人使用奴隶的数量 极为庞大 斯巴达克斯起义军 鼎盛的时候 可能超过了十万人 斯巴达克斯带逃起义 从七十个兄弟 最后变成了十万人被镇压 前后也就三年的时间 各地奴隶纷纷逃跑 还有破产的农民 都投入了起义军 这是起义军人数暴涨的原因 起义军呢 确实打了很多漂亮的胜仗 不要说将军 就是执政官 也被他们打败过 最终奴隶起义军被镇压 是因为没有稳定的军需供给 更重要的是 组织和专业化程度 远远不如罗马军团 但是你要看到 反叛只是奴隶制的浅层次问题 斯巴达克斯大起义 虽然是最著名的一个 但并不是第一个 也不会是最后一个 最关键的是 罗马帝国最终 并不是被奴隶起义推翻的 但是奴隶制 确实是罗马没落的一大根源 奴隶制成就了罗马的辉煌 但是也给他捆上了无形的锁链 让罗马的步伐 越来越沉重 走向没落 我先来问你两个问题 弄清楚这两个问题 你就知道 奴隶制为什么埋葬了罗马 第一个问题 奴隶真的是源源不绝的吗 第二个问题 奴隶经济真的核算吗 先看第一个问题 奴隶是不是永远不会枯竭 答案其实是 很快就枯竭了 按照罗马成长的逻辑 没有奴隶就打呗 奴隶就从战俘里来呗 只要罗马军团再胜利 奴隶就不会枯竭 但是内外困难 很快就阻止罗马抓住更多的战俘 对外的一面 越往外打 可以打的地方就越少 所谓少 不是说土地没有了 而是说那的土地上没有人了 比如说 罗马帝国谨慎的时候 帝国的南疆 基本上是以撒哈拉沙漠为戒 撒哈拉沙漠里有没有人 多少也有吧 但是罗马军团再开进去 就不划算了 恐怕自己损失掉的士兵 比抓住的战俘还多 北面的日耳曼人也不少 按理说罗马人可以打败他们 但是黑森林 又帮了热尔曼人的忙 给他们提供天然的屏障 罗马人不太好打 更重要的 还有对内的一面 兼并是可以消灭外部敌人 把他们变成奴隶 但这同时意味着 内部统治和管理的成本 急剧升高 高到你无法承受 帝国的规模 不是军团的战斗力单向决定的 而是军团的战斗力 和管理能力之间的平衡点决定的 打下来管不了 那过不了几天 你留血留汗拿下的地盘 又拱手送还了 帝国是这样 公司也是这样 所以帝国管理的压力 会越来越沉重 拖住帝国开疆拓土的步伐 如果没有大规模的奴隶输入 罗马会怎么样 奴隶少了 自然就贵了 奴隶的价格就会上升 自然会引起价格的普遍上升 所有东西都变得更贵了 原来建立在超级廉价的 劳动力基础之上的罗马经济 马上就会遇到最重要的 廉价资源的紧张 那么罗马能够及时调整 各种生产要素的结构 重新达成均衡吗 如果给定足够长的时间 一定是可以的 但是价格普遍的上涨 造成的严重后果 远远超出了经济领域 政治的和军事的混乱 没有给罗马人太多的时间 走下坡路的文明 通常都是加速度衰亡的 第二个问题 奴隶经济真的合算吗 不见得 我在前面告诉过 罗马人是凡事皆可让奴隶去做 也就是说因为奴隶太便宜 罗马人就用劳动力 尽量的替代了其他的生产要素 你要知道 这是要付出惨重代价的 因为让经济生活最需要的技术改进 被严重抑制了 如果人工不足息 人工很便宜 我们为什么要去改进生产工具呢 一切为了提高效率的技术改进 都因为极端便宜的劳动力 变得多余了 结果呢 意大利是帝国的重心 当然也是奴隶输入最多的地方 也就是劳动力最便宜的地方 他自始至终了 从罗马建成到西罗马帝国灭亡 他从来就没有成为过 罗马的手工业中心 整个罗马帝国的生产技术 取得的进步都非常有限 从生产技术的角度来看 繁荣的帝国居然一直停留在低水平上 没有太大的进步 你完全可以把这种怪现象 看成奴隶制对罗马经济的诅咒 把技术改进被抑制 和奴隶供给的下降 结合起来看 罗马经济就更危险了 生产技术停留在低水平 使得奴隶供给下降 带来的后果更严重了 因为技术这种生产要素的家底太薄 很难缓解劳动力下降 带来的冲击 如果加上政治的军事的动荡 意味着资本的供给也下降 时局混乱 谁敢拿钱投资 这样一来 罗马经济的全面凋敝 就在情理之中了 回头再看看斯巴达克斯大起义 它并没有让罗马走向崩溃 因为努力枯竭 技术薄弱 投资停滞 这些问题在当时还没有走到极端 罗马还有很多富饶的地方可以攻占 技术改进被抑制 还没有找到进头 还有源源不断的资源在输入 也就是还有好多好处可以分享 政治和军事就不会彻底崩传 但是我们已经从斯巴达克斯大起义 看到了奴隶制背后隐藏的 罗马文明的软肋 他在自己军事征服的道路上 走得越成功 就离经济的全面凋敝 越近 离经济政治军事的危机总爆发 就越近 所以罗马沿着自己的生存逻辑 走到瞎坡路的时候 就不需要斯巴达克斯那样的大英雄 来推翻他 他自己会病入膏 一个三岁小孩 就轻松可以把他推